水果可以卖地里的瓜可以卖 这个儿子女儿不能卖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那台积电就是台湾的儿子女儿 而且是这个涨上明珠来着 这个戴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嗯 好 菲菲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 其实就一个 这个我身为台湾的这个男性 有点这个抬不起头来 台湾就硬不起来 软掉了 就是面对到这个共产党 你就软下去了 对啊 就像你说 台湾如果真的硬起来 但芯片你不要卖嘛 对不对 很简单 你中共你禁止我的这些什么 什么榴莲啊 芒果啊什么的 我台湾我硬起来啊 我不卖你芯片 但台湾就硬不起来 这个没办法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 就像这样七哥一想到九十 然后就不行了一样 是啊 所以但是呢 说回来呢不管如何 这个现在全就是说之前本来就台积电 它是有到这个美国去设厂嘛 然后刚好因为这个最近我也跟一位 其实他也是战友 然后就是他在那个台积电里面上班 然后我们就聊天 然后他就跟我提 我就问他说 哎那你们这个台积电在美国的 那个怎么样啊 就是进度怎么样啊 或者现在的生产怎么样啊 反正我就稍微问了一下 哇 结果他一直骂 他就说哇 那个美国台积电那个厂 哇乱七八糟啊 说成这个美国人呢 到点就要去下班了 然后假日加班呢 跟我讲说什么 抱歉我英文不太好 原本是用英文跟我讲 说我要去看我儿子踢足球了 什么之类的 他就讲说 他说这个就是他们是把生活看得很重 就是他就是我上班几点到几点 我绝不加班 但是呢台湾的新面材 他的他是靠 真的是靠杆去换来的 就这些工程师 他们都是爆杆换来的 所以我就听台湾的那位台积电的员工 他就讲 他说现在在美国的台积电 还是靠着台湾的工程师 在撑着整个美国现在的台积电的这些产线 那但是他又提到 他又讲说 因为接着我就问他 我说那接下来不是有传说要去欧洲吗 然后甚至去日本吗 然后我就问他 那他有提到一点 所以我觉得特别重要 他是说日本 他说因为日本是跟台湾是稍微比较像的 就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就工作的这种态度啊等等就比较勤劳嘛 比较吃苦嘛 就愿意拿杆去换钱 简单讲就这样 那他的意思说 他以他就他一个基层员工 他自己的感觉是 他觉得如全世界现在 能真的跟台湾一样 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产线 做到比较相似度一样 或甚至真的未来能取代台湾 他觉得只有在日本 所以说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 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最近也有很多新闻 就是日本呢 他也对中共进行了这个 一些晶片的这种制裁 而且他制裁的力度是比美国更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点是特别有意思的 对啊 就是刚刚讲到说 这个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在日本设厂啊 这些其实最近都有新闻 我觉得跟七哥 之前其实片头里面看到了 是说原来是中美对抗 后来是这个就是加上欧洲 然后再加上加上这个日本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你说啊 你的那个朋友说 美国人真的不行 就是懒啪啪的 然后都不愿意好好工作 是 但是我跟你分享一个 这个我知道的 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工作的习惯啊 就是我们这边边上的Facebook 你知道的 Facebook里面也都是这个很多美国工程师 包括在里面的中国工程师 也是平时暖啪啪的 就我们这边 他们福利都很好 这个公司里面都有员工餐厅啊 那都不会加班的 那都是准点都要下班 周末都是要休息 不会加班 然后到了这个节假日啊 每个每年都有年假 都要出去玩出去旅游的 工资又很高 哇最近开始裁员 裁的现在你知道 Facebook里面 现在但凡是个里面 还没有被裁掉的 那都非常紧张 天天都说我忙 天天没有事都在那边加班 因为他很害怕 就是说他们会说 哎你这个人已经不需要 你在这个职位上了 你就会被开掉 所以他们都现在很害怕 因为这些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存款 彼此又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 如果一旦被裁员裁掉 可能下一个月的房租 都不一定交得起 或者下一个月的这个 房贷的这个月供都交不起 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美国人从内到外 不管是哪个颜色的美国人 都爆发出了这种 前所未有的这种能动性 所以我相信啊 就是还是说就是打疼了 他一定会这个就是爆发的 但是呢我们又回到说 刚刚说到了是说这个供应链 就是其实刚刚蔡英文总统 在片头里面讲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这一次 刚刚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的 这个叫做美台的这个 21世纪法案 也就是说蔡英文在开头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美台的21世纪法案 实际上就是奠定了两件事情 说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要再一次立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台海的稳定 也就是说接下去 台湾人实际上是真的要明白说 对于台湾人来说 这一次和中共的对决 包括是美中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 或者说实际上是经济上的这个对决 对台湾人来说 是一次再一次站起来的一次机会 是不是 你Made in Taiwan 可以变成一个新的 就是让你可以再一次 站起来的一个机会 你像台湾在中共国的这个压力之下 其实台湾制造是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现在台湾变成说 除了产芯片就是产芒果了 对不对 当中没有东西 那现在他又想把你的那个 现在唯一的这个宝贝闺女 然后这个芯片也抢掉 那你台湾最后还能剩下一些什么东西呢 当然现在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在和台湾之间的 就是这种 这种关系 其实也是开始慢慢的 就是开始升级 就是说 就是这种关系 这种更密切 但是呢 美国人除了和台湾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密切 他也意识到了说 光靠台湾是不行的 就是他要把眼光布局到其他地方去 那么在这个最重要的角逐的这一环上 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个角逐上面呢 大家都在往外移这个产业链 那么我刚刚看到就最近的一条新闻 是说台积电 那台积电现在是真的 就是外国 我刚刚讲到说 美国人可能他就真的是说很懒 但是呢 如果是说碰到了极端的情况下 受苦了以后 他也是会爆发的 那么台积电 他只是一个企业 虽然他前面叫台积电 但是他如果搬出台湾了 他就虽然也叫台积电 可能就不是台湾企业了 那么现在台积电 最近是两万亿日元 就是三星 这个台积电 英特尔都在日本有设厂的计划 你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台积电 就刚刚开始的这个成立的这个台积电 日本政府给了他建厂的三分之一的补贴 那么同时他给了说这个美光科技 也在这个就是日本建厂 给了百分之四十的补贴 也就是说这么大的芯片产业 是很烧很烧钱的这个产业 所以日本政府是大力扶持这些芯片企业 那么包括美国 你刚刚说的这个在凤凰城这边设厂 美国这一次是拜登总统 他提出来的这个法案 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 对单一项目提供的最大的一次 这个政府支持 一共是总计高达520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府 他已经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台湾人其实他的台积电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现在台积电正在往外搬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 其他国家呢也非常欢迎你台积电 那么更重要的是 其他国家也在发展自己的独立的芯片产业 也就是说美国的技术如果说是 日本的技术如果真的说我打破 或说我这种价格啊这些限制啊 美国人不再懒了啊 那一定会蓬勃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台湾的机会并不多 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人也正在试图说 让台湾能够在这个亚太地区能够立足 然后能够撑起这个供应链的这一块内容 先说台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贸易啊 其实对台湾贸易案 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芯片它如果不断的外移 你台湾的各国对台湾的保护系数 绝对它是不断的往下降 因为现在各国保护你台湾 就是因为你台湾的芯片 是牵扯到各国的利益 所以各国它才要去保护你 这个是你台湾现在的优势 也是台湾现在受到国际 这么保护这么重视的原因 好那所以说照刚刚讲 就是我们如果不断的搬出去之后 确实你这个保护的系数是不断的下降的 那当然的不管如何 这是你台湾必须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当然在这个下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两三年之内肯定是台湾最好的时机 什么时机就是解决台海问题的时机